非要说一个世界上最臭的食物 那来自瑞典的匪鱼罐头一定榜上有名 臭味堪比生化我气的匪鱼罐头 可算是坐稳了 最臭食物的龙头椅 为什么如此臭的匪鱼罐头 每年会有800堆被瑞典人吃掉呢 今天这期视频就跟着探索军一起看看 臭到令瑞典人无法自拔的匪鱼罐头 感兴趣的朋友欢迎点赞留言加关注 首先我们来看看 瑞典的匪鱼罐头是如何制作的 匪鱼就是制作罐头的原材料 在大西洋里有着成群结队的匪鱼 最大的鱼群体积能达到四立方公里 只要往大西洋里撒把网 就能捞起一大堆匪鱼 面对这些大自然的馈赠 瑞典 荷兰等欧洲国家 已经把深吃匪鱼当作传统美食 特别是荷兰人认为匪鱼是上帝的馈赠 让自己填饱肚子的 14世纪 荷兰不足百万的人口中 就有一半人从事捕鱼业 碍于当时的冷藏技术不到位 捕捞上来的鱼类卖不到远的地方 于是渔民威廉姆想出了一个好方法 把匪鱼的鱼头 内脏和鱼骨都去掉 再用盐腌制一下 就能起到保鲜的效果 匪鱼罐头的熟型就此诞生 好巧不巧的是 腌制匪鱼的技术传到瑞典之后 就遭遇了盐巴危机 当地人对匪鱼进行了本土化的改进 打捞上岸的匪鱼 事先泡在温热的盐水里煮一下 再装进罐头里 等到匪鱼自然发酵 也能保证鱼肉发酵后 不会变质腐烂 此后这套制作方法 就在瑞典流传了三百年 那么问题来了 匪鱼罐头真的很臭吗 匪鱼罐头到底有多臭呢 名阳四海的黑暗料理 勾起世界各国人民的好习心 买回家准备尝试的人 都被匪鱼罐头臭到不能自己 所以匪鱼罐头到底是真的臭 还是被夸大了刺激消费呢 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臭味杀伤力 真的很大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德国 一个租客好端端的 被房东赶了出来 只是因为嘴馋 吃了一盒匪鱼罐头 没有及时地清理干净之夜 导致那种令人作呕的味道 在屋子里飘荡了三天三夜 都没有散走 忍无可忍的房东 就把这位租客给赶走 在他看来 匪鱼罐头残留物的味道 就像是臭鸡蛋 粪扁和臭袜子的结合体 租客听到这话呀 也是气不过 吃东西难道也犯法吗 谁都不服气的两人 就把这件事闹到了法庭上 一开始啊 法官也没有办法判定 到底谁对谁错 直到房东的律师 在法庭上 打开了一罐匪鱼罐头 那令人作呕的臭味 让法官当场宣布 房东慎诉 之后呢 匪鱼罐头就被多国 列为了违禁币 特别是2006年 还被英国和法国航空 禁止带上飞机 因为在飞机上 内外压强差 很容易让匪鱼罐头的气味泄露 这要是在空中飞行 匪鱼罐头被打开 狭小的空间里 这臭味可真有和生化武器没差了 2014年 瑞典某庄有匪鱼罐头的仓库发生火灾 在烈火的炙烤下 匪鱼罐头一个接一个 像炸药一样炸开 现场已经和生化武器爆炸 没有多少区别了 为了更加直观地知道 匪鱼罐头的臭味 日本人还专门进行了一项 臭味美食的打风活动 长沙臭豆腐的臭味值是420AU 而匪鱼罐头高达8070AU 相当于臭豆腐的19倍 已经臭到无法形容 可瑞典人为何一年还能吃掉800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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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